红荣红前妻受谈婚变内幕。当年老公偷吃贵妇人间蒸发十天,她痛哭坦言拒绝复合。 54岁台语金曲歌王红荣红,和第二任妻子陈诗宇维持15年的婚姻,却在4年前被抱偷吃,形象一路跌到谷底。 事隔多年,前妻近日接受访问时,终于首度透露婚变心情。 43岁的陈诗宇,原本是红荣红的经纪人,两人日久生情,不惧11岁差距,婚后生下一男两女,这看似幸福和乐的家庭生活。 却在2013年爆出红荣红偷吃贵妇,和一位叫做Susan的妙龄女子同居。 根据苹果报道,当时新闻闹得满天飞,外传红荣红心意狠直接跑去慧情妇,连续10天人间蒸发妻晓都联络不到。 甚至传出找到他人时,他还把妻子拒于门外,请保全警察赶人,让人心寒至极。 两人15年的婚姻,就此话下句点。 红荣红为此羡慕低潮两年,他曾公开道歉,试图挽回妻小,甚至为此吞下50颗安眠药,轻生送医。 他坦试,那时候我自己走不出来,忧郁症看医生,吃了很多药都没用。 陈诗雨日前接受访问时,回想起当年婚变,他表示,当下孩子很错愕,他也不敢相信。 连续10天找不到老公他崩溃大哭我很害怕他是被绑架,还是被控制住。 曾因为婚变打击太大,有次他宰住儿子差点发生车祸,惊吓之余他想,连孩子都不能保护,还能做什么。 为母则强的他,花了半年的时间走出阴霾。 只有把过去切割,才能活得下去。 不过签字离婚时,他早已选择原谅,对前夫没有恨。 再去计较会没完没了。 坦白说他是很爱孩子的,不能够因为这些事,就抹灭他过去对家庭的付出。 三年前小女儿曾提过,希望爸妈复合,但他们尊重妈妈决定,再也没提过此事。 除非为了小孩,现在他和前夫很少见面。 而被问到新对象,他笑说,去年曾有不错的人,但因为聚少敌多,又恢复成朋友关系。 再订阅同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